你剛入行 跟每一個年輕人做事都是一樣 十多年後你成熟了很多 要問你才知道 以前你會火爆一點 我記得大家做早上節目 4時開始起床 回到不停看報紙 其實在運動員的生活檢點 做完節目10時後大家都很累 你知不夠睡覺 零食醋 林柏熙有很多勞騷 很多投訴 甚麼都罵一頓 碟子不夠乾淨都罵一頓 其實你叫做客人陣 但現在是另一回事 講一下這種轉變 為何會轉變 這十多年來你都會遇到很多白落 怎樣能夠變成現在你都很柔柔自得的人 我仍是火爆的 不過沒有以前那種爆到 真的爆得很厲害 我可以爆到瘋得是 整個辦公室聽我在罵 但其實人們覺得你不用那麼吵 以前不知道 你都不為夠膽 我這麼吵 那一刻不會有人走來跟我談 現在沒有那麼吵 現在真的沒有那麼吵 現在有甚麼都收在心裏 你說內斂了也好 你說對自己好了也好 以前是每個人都不順眼的 我現在習慣了沒有人是完美 第二我開始想 如果我不喜歡某些人 其實我覺得那些人 本身不是想做壞人 每個人都負責寫人生的劇本 自己人生的劇本 我不會刻意寫自己在奸角 所以我很少覺得 我現在覺得有人是壞人 只不過我看他不順眼 他的行徑和價值觀 我便開始想 會否我代入他的角色 雖然我不認同他 但他有自己本身的原因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行徑 例如很簡單 說真的我很討厭人們算死草 一個幾毫都計算了 我真的很藐視 但我即使藐視 我以前真的會出聲 我會出聲說 現在我會覺得會否在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可能他真的很需要錢 或者在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曾經沒有錢 他知道錢的重要性 這類 當我為別人去想他的心態是好 當我自己寬恕自己 我不想迫自己 對每樣東西都看不順眼 我覺得挺好 我現在這樣的方式去做人 其實我真的覺得 每樣東西都沒有所謂 他這樣做有原因 我不認同 始終都是道不圖不相為謀 但我不會出聲 因為你有自己一套 你犯不相為便可以 我現在的心態是這樣的 其實你這些心態 就是幫對方自圓其說 幫對方找他的原因 對我來說 很多人說你不是馬正啟泰 這樣你也放過他 你不是馬這樣你也不出聲 我說這叫養生 養生就是所有東西看得輕一點 真的 又是這樣的生活 又是這樣的 我生氣你幹甚麼 鄭啟泰真是一個在網路中 我生氣很好的人 你真的這麼多年來 都是我見過你發脾氣 但你發脾氣的次數真的很少 每個人不同的階段 其實會有轉變 我過去二十多三十年 其實真的是小臉 但原來養生 又不是甚麼都忍 甚麼都自願其說 有時有隻貓變老虎 其實都是養生 因為一個人我經常覺得 只有一個鐘擺 以前我經常擺在裡面做好人 其實以前我是假裝好人 其實是自己的 我覺得有一兩東西 假裝過來一兩東西假裝過去 才是一個正常 即是活得正常的人 那OK 如果你說鐘擺是一個原理 我覺得我現在都挺健康 我相信我精神上 因為我當然有自己 幫別人自願其恕的臉 但你問我還有沒有火爆 或是據你力真的時候 有 依然有 但據力真的不是拍檯拍椅 因為拍檯拍椅 是得不到我覺得 我要得到的結果 我現在會開始想 如果我想要爭取一件事 一開始來是沒有用的 你要想清楚如何爭取 出擊就中了 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年輕人就是拍檯罵 最終怎樣 乖吧乖吧乖吧 但沒有得到結果 其實是沒有的 我想人大了 就要去想清楚自己的行徑 這是我大了或是老了之後 有一點的改變 工作上 即是我們的工作 都會遇見很多不同的人 也會遇見很多很聰明的人 真的很聰明 尤其是很差的人 在很差的人身上都能學習 對 無論是差也好 聰明也好 有沒有哪些人在工作上 你覺得是改變了你 或是你學到東西 其實我很幸運 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 公司安排 其實不是自己選擇 做朝早節目 朝早節目 我所遇到的都是前輩 有時見到我同輩或後輩 有時我都會覺得 為何你做事會有這樣的態度 或是不夠積極 你會想不是 但我開始自言其說 可能他未見過好東西 他聽過好東西 他見過好東西 他們會再做好一點 這是我的問題 可能在我這一代 給不到一些好東西 所以他便覺得可以 我多年來都是跟前輩合作 我很少跟後輩合作 我多年來都是後輩 如果對我影響其中一個 我想我一入行 除了你去監製 那時我接睦有你 有李麗裔 還有詹叔 詹叔這個名字是九樣大名 我一進去跟他拍檔 待會大家見證 這是我人生 在廣播界裡第一個教訓 我嘗試精簡一點說 我是PA 我要寫字 那時他不知是否要理定 有這樣的遊戲節目 每天在報紙搜尋內容 出十條問題 考聽眾 我做PA當然是做這些下難事 寫吧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出十條問題 很精要很棒 交給詹叔 我記得第一天 第一天真是很記得 他真的是一份紙 然後就讀不到出來 問題是設定了十條問題 讀不到出來 遊戲時 詹叔問到你很脫隙 後來發現我的字寫得很肉酸 拿了文字很差 他看不到 然後就完結了節目 十點鐘 拉大隊就去隔壁一個宿舍 那一刻 我想不止我自己 啟泰或阿蕊 應該會一輩子記得你的畫面 但詹叔 用粗口 不敢出聲 嘩 不敢出聲 我坐在這裡 這個節目不可以說粗口 他用了二十分鐘 無間奪式的粗口 一直指著我來罵 你忘記了嗎 你是甚麼字 人體這樣 我和阿蕊 我看著他們的樣子 我這位說 阿叔 你只是字差 不用這麼罵 但他帶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很記得 那一刻 詹叔下班 他都慶了一輪 他真的罵到臉都紅了 那一刻你問我 為甚麼你不反擊 反駁 我怕你打他 我怕你打阿叔 但我想說 其實那一刻 我真的沒有生氣 這二十分鐘我真的沒有生氣 那一刻 我未開始懂得自圓其雪的態度 我是覺得 這些阿叔 原來也緊張我 如果他不緊張我 他怎會用二十分鐘的粗口 無間奪式 他罵我的意思 其實不只是我自差 其實是說我們是一個團隊 如果我因為字不靈 或者別人溝通不到的話 那這個交易就分析了 他想帶出的是這個訊息 當然你問我 他有沒有二十分鐘出口 就誇張一點 那處理方法可能 他很興奮 但是沒有二十分鐘 十九分鐘 我又明白 現在我做了我明白 他是一個老前輩 每個人怎會適能拍戲 如果相對於尖宿 可能靜其他都是無所謂的 大家只記得黃尖 但他嘴巴吞吞吞吞吞吞 人們聽心機就會覺得 黃老尖搞甚麼 我明白 我現在很明白這個立場 所以他那時候罵我 你那時候問我為甚麼不反擊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罵得對 我真的覺得阿叔肯花時間這樣罵我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要寫好些字 而且不只是字 因為我本身點醒了一件事 我本身是一個挺孤僻的人 我喜歡玩 但我長時間都享受自己一個 我很喜歡自己吃飯 我很喜歡自己留在家 我很喜歡自己一個 其實我的團隊能力不高 他點醒了我 你多不喜歡也好 其實你作為團隊 你一定要溝通 但要還回尖宿功道 我記得他最後一集 後來他離開了一個節目 因為他身體的問題 最後一集他全場 這我也挺感動 他自己看回他罵我這件事 第一天跟我合作這件事 然後他用差不多相等時間 在全場讚賞我的進步 我覺得阿詹叔真的挺有交代 我作為一個旁觀者 我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很多時候作為旁觀者看一些事 我去解憶這件事 其實他除了說團隊精神之外 他改變你個人甚麼東西 很麻煩 你有沒有發覺香港 這個都市這麼急速 其實很多人做事很麻煩 做一張字就可以了 要量 不要質素 做了 要律做了 但他在這件事上 其實有一個項目 你的字這麼差 其實是很麻煩的 但我真的覺得很對 希望他改變你的字 改變不單是你的字 而是他人本身對那件事的緊張 以及認真 因為詹叔其實做事很認真 例子這十多年 你遇到一些所謂的高人 真的改變你 或者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件事學習 不如說一些同事拍檔的說話 可能他不經意地說 但我又很牢牢記於心 其中一位 因為我們的電台節目 詹叔離開之後 有另一個班體出現 有李學斌 大家可能都認識Ben哥哥 李學斌是查小欣的先生 那時拍檔了很多年 拍檔了四五年 也挺長時間 那時我小時候 有時他會帶我出去喝飲食 當中會說很多 他一個資深廣播人 當然會說很多感受給我知道 有一句到現在我都很記得 其實我都有時會跟後我一輩 或後幾輩的同事談 不過他不聽就算了 他說 其實做電台是一份很有趣的工作 不過很容易懶散 很容易變成練精學懶 因為做任何工作都是 當你做一件事 剛才設置節目時 當然是最勤力的 然後當事已經開始慢慢 好像變成工廠式 就算我剛才說這些人都覺得好笑 你就會慢慢開始不緊張 你開始未必認真 你能夠做功課 我相信做了這麼多年 大家很容易做功課 但你還會不會像一開始時那麼努力 這件事他曾經在吃飯時 我們下午茶 他無緣無故說 這句話到我這次都還很記得 這句話是對我很有深刻的影響 另一句 這位你比較熟悉 黎凱珊 你也是我的前夫妻 凱珊是一個很認真工作的人 他跟我說了一件事 亦是不經意地說 當然他當中可能要浸一些正能量給我 他就說 我們做傳媒的 做電台的 或者做電視的歌星 甚麼都好 其實我當作電台 每日做節目 有哪一份工作是 你又收錢有薪金 我們有薪金 我們又收錢做節目 同時每日都為自己賣廣告 賣廣告不是意思是 我是林柯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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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種 而是當你做節目的Quality 即是質素是好的話 其實每日你都是賣自己 透露自己 讓大家知道 其實你都做得可以好的 那我也是 所以我為何每日 你問我 我做了十幾年 我都覺得自己沒有怠慢 我都認真對待我自己的節目 原因是很簡單 我就是希望 我每日打開一個窗 即是電台 即是窗口 跟聽眾溝通時 我不敢說你們會很喜歡我 或者你們一定會聽我做節目 但我希望 這個名字 例如我林柯熹 走出來的名字 不會讓人感覺 這個節目一定是壞的 一定是隨便做的 一定是差的 我不會希望是這樣 令到我都很深刻 保持著自己 一定要記住 我每日都是一個窗口 跟自己見面 希望給最好的一面看 我自己不會躲懶 我想這兩個朋友的金句 或對我的教誨 今次我還挺受容的 現在到